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还没有感到兴趣 但是你好像想要接触的人 赶快去参加 这个活动叫做什么 叫做开网记忆的列车转型正义巡回影展 法律百号人将会在全台北中南东部 各举办总共10场的活动 透过放映7部来自各国的电影作品 以及转型正义相关的专家学者 一起来对谈 当然若一有机场也会去哦 透过国内外的案例 包括政治创伤疗愈 非典型受难者 台湾现行制度等等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转型正义不同的面向 对这个议题有更深更广的启发与思考 那不管大家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转型正义的议题 都很欢迎大家来看电影 听讲座最后也会有QA的时间 让大家跟在场的讲师现场交流讨论 跟大家讲 大家每次都靠北说 你们法白都只在台北办活动 来跟大家讲 现在怎么样 我们很少机会在全台湾不同县制都办活动 所以欢迎不同县市的大家来找我们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云林跟彰化的朋友 赶快给我来 云林跟彰化现在报名人数比较少 那不要靠北说 我们都不去别的地方 现在去了 赶快来报名参加 让我们在全台湾各个地方的区域 一起来了解转型正义 这是我们这个世代必须要做的事情 赶快先来带我节目资讯栏点击 我们法白 等你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洛毅 欢迎收听洛毅不绝 那呃 这集我们稍微跟大家稍微闲聊一下 然后聊了聊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时事的问题 然后我们稍微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些我自己的看法了 然后那就开始闲聊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 因为前几集刚好都是先录好的 那所以都 然后或者是有些合作的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些心情的分享 那我想先回酒院一下 就是本集 你听到的时候 当然离大港已经很远了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港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就是因为各位大家知道 我若一不是听团仔 我完全不是听团仔 就是呃 我当然我也爱听 我也很喜欢听音乐 我觉得我听的音乐应该也不算少 但是就真的不是一个听团仔 我不像我的同事们 他们是自己会去买演唱会的门票 然后自己去听这样子 像呃 我有个同事 柏威 有IG的小编 他就很喜欢像是黄介 郑怡农 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有一次活动看到黄介 就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兴奋 那其实我觉得很棒 就是呃 自己买票去听音乐 其实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 只是就是我尚未 我还没有你知道 就是做开做这件事情 所以可能有一天要有人push我 我才会开始慢慢变听团仔 等等之类的 whatever 总之就是在大港 呃 所以我其实没什么去听 我大概就听 这个李英宏而已 跟法兰 那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 因为我们已经 法律百货的文运动 我们已经在大港的NGO村摆摊 已经第三年了 我们从2022年2023到2024 三年的这个NGO村 都是我们组织 然后摆摊 这样子 所以大家来大港都可以看到我们 然后跟我们聊天 拍照 然后去询问我们一些法律 跟这个社会政策上的议题 那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分享几个让我蛮印象深刻的事情 是这次在大港有一个高中生 这个高雄的一个女高中生 她第一天就来 她稍微跟我聊了一下 那我就蛮 我一开始就觉得蛮感动的 我感动的原因是因为 她开始认真地跟我分享 她听了我们的节目 她看了我们的东西 她怎么去思考法律这件事情 她怎么去思考政治这件事情 所以她开始会跟同学讨论一些政治 她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她的想法跟她的同学不太一样 她跟她同学不太一样 然后她也很明显感受到 她的想法不太一样 是因为她听了很多 有关于这方面知识的东西 看了很多这方面知识的东西 政治的东西 所以她可以思考得更深 那她隔天她又再来一次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 她带她妈妈来 因为她想要让她妈妈知道跟了解 她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她妈妈可能会觉得 那你要准备会考 你都在搞一些什么东西 但她想让妈妈妈知道说 你觉得我没有在认真读书的时间 我在接触这些事情 我在了解大家 可能没有那么懂得法律 我在去接触大家 可能觉得很廉价的政治 但我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她带她妈妈来 然后跟他们讲解 然后也稍微跟我聊了一下 我也稍微跟她妈妈介绍一下 法律办法律动在做什么 跟我觉得女儿 在关注这些事情 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很值得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很棒很棒 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 然后我觉得蛮感动 就是 就常常大家都会想说 哇做法律办法文 你们很棒 你们对社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 让我们了解什么样议题 讲真的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很认真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是真心认真跟大家分享 这些东西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我同事怎么想 我不帮他们代言 但对我来讲超级重要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 就是以收入来讲 我比不上我的同学们啊 我们大家一起同期考上律师的 大家现在很多人收入都好可怕 买车的买车 买房的买房 哇手表一直换一只 每一个都好几十万 三十三四十万 我没办法 就是我的没办法不是说我不想那样子 是 就是 对可能就是没那么想 就是如果今天要我去做 就是比起我现在做事情 我真的会觉得啊 好了我觉得 这个对我让你比较重要 看到大家回馈 当然我有可能是因为 我还没接受这个诱惑嘛 就是看到大家回馈 我觉得自己很棒 哇有一天发现你一个案子五十几万 你就发现啊那我愿意做这个有钱的案子 对对 说不定我有那一天 也说不定 但就只是目前还没有 我就觉得这些 回馈对来讲 是是很棒 也很重要的啦 坦白讲 我认真讲啦 这是真心真心肺腑 我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其他同事怎么想 我认真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这件事情 但是会觉得 哇他们因为听了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是这样想 然后原本他们可能会讲出一些很可怕的话 但现在听了我们的节目 然后了解我们这些事情 看了我们这法白的东西 还发现啊原来没那么简单 原来是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所以我们不应该怎么样之类的 我就觉得干好了 好了这样够了 这样我就觉得值得了好开心了 那我特别要这个感谢呱吉 邱慧姐呱吉 因为他在大港之前有跟我讲说 他会来找我一下 结果他其实当然非常忙碌嘛 你大家知道他在大港 只要被大家认出来 大家一定会一直找他拍照 所以他基本上走不了 但还是来特地来这个NGO村 特别来找我一下 他只是他就就来 他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我来 真的只是要给你say个hello 就就这样 然后我就蛮感动的 蛮感动的 然后当然这个中子通也有来 那还要看到很多很多朋友都有来 这样子我觉得很开心 好这是很开心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节目上 但应该应该跟大家分享过了 但是我还是想再讲一次 就是保力保护运动 我们第一次摆摊 是在2017年的解放音乐节 也是在中央大学 那是我们史上第一次被邀请去摆摊 当天我记得我们摆摊的东西很好笑 我们不知道要摆什么 因为我没有出书 我没有任何的出版品 我们没有包包 我们没有贴纸 我们没有书 我们只有人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拿了一堆我妈妈做的肥皂 那时候我特别买了一个台湾的肥皂 然后台湾的这个模具给他 然后我因为我妈很喜欢做肥皂 所以他就用台湾的模具了 做了一些台湾的肥皂 我们就在那边卖这样子 然后所有人来都问说 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就很认真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是法力保护运动 当天我记得没有一个群众 就是经过的群众是认识我们的 可能一两个吧 maybe I don't know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2017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pockets 我们没有IG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脸书 脸书最终人数的两三万吧 大概是这样子 对 然后现在到这个大港 至少那两天 我发现不认识法白人 大概一两个 我就蛮开心的 就至少有做到一些事情 有做到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想分享给一下 听众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开心 大家听众来都会说 这个在现场就说 我有听你们节目 我有听洛伊普 我有听法克电台 我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棒 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我 我觉得你不要害羞 因为我每次都会发现 大家有时候看到我 然后就是对手上就说 看到洛伊人 不敢跟他打招呼 我觉得你就 你就大方跟我打招 因为你可能认得 我但我不一定认得大家 所以你就很 我觉得 我讲你大方 我就大方 你开心跟我嗨 我就跟你嗨 你要想跟我小聊一下 也OK 或者路上等等之类的 你要跟我嗨 我就跟你嗨 你想跟我拍照 也没关系 你就 你就好好跟我讲 我是非常非常OK的 我先稍微跟大家讲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好 只是说大港结束之后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回春丹的事件 这也蛮想跟大家简单聊聊的 就是前来回春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乐团 因为他们的鲜花 去年在IG的短影片reels爆 我的心 我的心 整栋出租那首歌 有兴趣 后来就打回春丹空格鲜花 可以去听听看 所以因此他们累积一定的知名度 那他们也在大港之后 他们在Lexy有表演 然后并且要到台湾级表演 只是他们在他们的微博上 就发了中午 他们要去中国台湾了 然后被大家干掉的爆 干到爆 然后最后台湾级取消了他们的表演 他们在Lexy被大家抗议了半天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件 有些人就很好奇说 洛伊你怎么看回春丹这个事件 我觉得非常好 什么叫非常好 就整件事件 我没有就是很 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 就整个回春丹事件 我觉得很好 不是说我觉得very good 是他就是一个台湾 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就算是一个很classic 很经典的 很正常的 很普通的一种状态 什么意思 很多人会说 我先讲一下 我在thread上看到很多人留言说 他觉得抗议很丢脸 他觉得对方只要提到中国台湾 我们就取消 这样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 来我现在告诉你 干就是不一样 他妈的这个逻辑根本搞不清楚 根本这边都鬼扯 来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一样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告诉你为什么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他所有事情都是用公权力来做处理 你讲出一个不喜欢的话 公权力会封杀你 公权力可能会拨动你的工作权 他可能会禁止你进入中国 他甚至可以把你抓起来 拘禁你 关你 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这叫中国 请问 回春单讲中国台湾这件事情 中华民国政府有说话吗 没有 中华民国政府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扮演什么公权力的角色吗 或许有 就是台湾纪 因为台湾纪 我先讲我并没有很确定 但台湾纪应该是有拿平通县政府的 补助等等之类的 或是是他们的举办 协办等等之类的 我不确定 我先讲不确定 所以台湾纪取消他这件事情 可能是有一点点的 但是他更大的力量 是来自于私人的推动 还是公权力推动 我或许没有办法 立刻跟大家说 在这个案当中是哪一个 但是回春单有没有来到台湾 有 他有没有在legacy表演 有 所以表示说什么 回春单讲这件事情 他在A地点跟B地点 因为主办单位的不同 得到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表示说什么 主办单位决定这件事情 并不是政府公权力介入这件事情 这就是跟中国的不一样 你了解吗 这就是跟中国的不一样 所以legacy那边可能觉得没关系 fine 我们比较可以接受 他这个样子 讲这样子的话 我没有意思说legacy一定怎么样 我说 他们可能评估下来 觉得可能各种成本的关系 觉得必须要做 fine 那ok 那你看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台湾有把legacy干翻吗 没有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告诉他一件事情 你要侮辱我们台湾 你要贬低我们台湾 那是你的言论自由的话 那我们就展现给你看看 我们的言论自由长什么样子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叫做 你讲出一个笨话 你讲出一个讨厌的话 你讲出一个侮辱我们的话 我们就干你干回去 我们你用的是言论 我们也用的是言论 那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他在那边讲出这样子的话 台湾人在台下举台独旗 举图伯旗 抗议 跟他们讲说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请问这个交流不好吗 这告诉大家说什么吗 乱讲话是有付出的代价吗 这是我们跟独裁国家猜疑什么 独裁国家的乱讲话 是政府的公权力 让你可能被消失 在民主国家乱讲话 叫做你乱讲话 我们用讲话来对抗你 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甚至你在辞职面 你讲他台湾记取消他们演出 好不好 当然好啊 为什么 他们 都已经发酵了 然后他们去台湾记 不是会受到跟大家更多的批评 其实那也是保护他们 平心而论 你说你问我喜不喜欢回春丹 我觉得他们歌蛮好听的 我觉得鲜花很好听 坦白讲 我并不是一个多有音乐品味的人 我觉得歌很好听 但他们今天讲这件事情 然后被大家这样做 这就是很正常 我甚至不会讲活该 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一个民主国家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那些在 对上的人就说 我觉得这样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告诉你真的就是不一样 你会认为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就是你根本还没搞清楚状况 其实我长越大越会发现 很多事情大家就说 你们这样子 那我们怎样子 还不是一样 你了解越多知识 你会发现什么 干就是不一样 真的就是不一样 你就是因为你了解东西少 你才会说 其实不是都一样吗 他这样这样 我还不是一样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对话 你知道吗 长越大之后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不是双标 他真的就是不一样 那我们要去了解的事情 地方就是他这不一样 这样在哪里 这才是重点 好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 胡云三的事情很好 非常好 告诉他们说 你对台湾人讲出什么样的话 我们就用怎么样的话 来对抗你 政府不会让你把你消失 政府不会居住你 居进你的人身自由 法律 我们不会有很荒谬的法律 禁止你讲这件事情 你的思想很烂 我们就是用言论对抗你 就这样 这是由下而上 不是由上而下 这就是我们跟中国政府的不一样 希望胡云三在台湾 可以经历 这个事件 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 这就是自由民主 如果你觉得很糟 你把案例反过来看看 中国政府会更糟 好 那 当然后来 接下来就引爆了 这个事件 黄纸礁的事件 对不对 就是因为黄纸礁在去年MeToo的时候 非常荒谬的 这个直播 然后也引起非常非常多的人 关注他 他的一些过往的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 因为其他案子的因素 所以就是搜索到他的电脑的硬碟 结果发现他的硬碟里面 有来自于创意私房 那也就是我们上上一集的来宾 蒋怡婷 做了这个报道的创意私房 里面所扣到的 这个性私密影像的影片 而且是未成年的 所以他因此被还起诉 这大概是整个事件 那大家开始就觉得有很多的不爽 对于黄纸礁事件里面还起诉 只有还起诉 可能不开心 亦或者是黄纸礁这个人 因为他是在台湾 非常非常知名的主持人 对于一个知名的主持人 竟然做出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对他非常非常多的批评 但我会觉得 对于黄纸礁这个事情 我要跟观众分享一下 要骂就骂黄纸礁 不用去骂其他的艺人 因为真正能阻止黄纸礁 可不可以再重新回到荧幕上的 关键是谁 不就是我们吗 大家都很喜欢说 为什么他们不表态 这些艺人他们都不表态 他们就是裙带关系等等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我蛮可以理解的 坦白讲 就如果我见一个 非常非常亚好的一个朋友 他真的做一件错事 那我可以非常非常残忍的 非常无情的 立刻跟所有人一样 骂他是个人渣吗 难道我会去跟他友情的好 都是假的吗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 他做错事情 做一个做错事情的人 这个人我要理解一件事情 他一定是复杂的 他有做不对的事情 我们知道 大家有做好的事情 也有啊 那他今天跟我 假设我今天是某个跟黄纸礁 很好的艺人 他跟我之间的友情的好 这也是真实的话 那或许我最多最多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讲话 就是不讲话 这个是 我不会去跟他说加油 因为他做不对的 也不需要加油了 但是对于一个过去 我们真实友情 他或许真的对我很好 他对我的好也是真的 他做坏事的事情 那是另外一面 那也是他 那真是他 但他对我做好的事情 也真实一面话 那我安静 错了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太需要 去一直觉得 其他艺人都不站出来 要站出来是谁 是我们人民啊 骂他嘛 抵制他嘛 让他永远不要出现 在荧光幕上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啊 因为今天他能不能复出 其实并不是其他艺人能决定的 是人民决定的 因为万一过了五年 他重新复出 大家还是喜欢他的话 那重点还是 因为大家观众接受他 所以他可以重新复出啊 所以我觉得要骂的重点 就是骂他这个人 他做了错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 要去抵制的 所以大家可以更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对公众人物 有时候可以多一点思考 就是什么叫做不对 坦白讲 在内周爆发的一件事情 就是黄指交这个事件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朱宣扬 跟这个 这个Julia的事情 你没有觉得相较之下 那根本就不重要 那就是人家的私事而已啊 如果我们花了大把的言论 去讨论一个 他 就讨论他有没有结婚 对他一点都不重要 别人的私人感情的事情 我们花了很多言论自由 去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黄指交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所以哪件事情比较重要 哪一件事情跟公共利益 涉及的比较多 哪件事情也比较讨论价值 当然是黄指交啊 朱宣扬跟吴卓源事情 坦白讲 关我屁事 关我屁事 他外遇 关我屁事 这就是私对 然后私得的事情 他们自己处理就要好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 去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这个论点 我不确定这样讲过 我讲这样子 我当然有可能会被骂 但我还是要这样讲 就是你知道 就是演艺圈 他们就是一群最有魅力的人 他们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就是很有魅力的人 他才会变成艺人 艺人就是 长得要非常好看 很会唱歌 很会演戏 很会表演 好我们就统称就是一群 长得很好看的人 很会表演 就是在演艺圈 他们当然是很有魅力的人 很有魅力的人 在情感上比一般人 这更加的多元 怎么了吗 怎么了吗 对啊 坦白讲怎么了吗 我举个例子 王力宏这件事情 当然跟本案 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要踏伐王力宏 我没有太大意见 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不是帮王力宏 好 那我化名好 某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这个艺人 你要想 他可能他可能这辈子诱惑 上千人 可是在上千人里面 他假设三个他抵挡不住了 所以千分之三就被新闻大树特树 他是渣男 但是我们一般人 我们有像他一样吗 我只举个例子 就假设他是千分之三 他是千分之三 他是渣男 那一般人可能他怎么样 我跟你讲 你第二个诱惑就受不了了 你二分之一 但是你没有被爆出来 所以你不是渣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样比 我觉得或许 我们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到底 我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结论是这样 怎么想告诉大家事情是 那到底有没有必要 花费我们的公共论坛 去讨论艺人吃得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必要 我认为没那么重要 坦白讲 我认为没那么重要 但为什么大家会喜欢 因为简单 因为情感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情感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被被 大家可能都可以想象被背叛 是什么样感觉 因为简单 这路径是短的 所以讨论这件事情 简单多了 所以我们喜欢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喜欢骂别人渣男渣女 因为简单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争议 他们就是劈腿 所以他们就不对 烂 简单 因为简单 虽然大家都可以讲话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 靠杯吗 就因为简单 大家可以讲话 但是我们不是应该 要去讨论一些 比较不简单的事情 对于这整个社会讨论的价值 政策推进 可能会比较 有思考跟进步的可能性吗 对 这就是我的想法 因为简单 我们也可以看到黄子教事情 其实也会有另外一种简单 好比说在文献的世界周报 不就炒你的一个声明 然后非常多人都在转发 我觉得这个转发很正常 我觉得这没什么关系 因为很多人 很多艺人 可能他们并不是懂那么法律 但炒你的人 我就要问一件事情 炒你的人 我真的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份声明 叫做黄子教事件之后 政府应该要修法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叫做听君意习化 如听意习化 他的五点声明 现况底下都有做了 你要告诉我事情 因为他这个声明 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叫做 因为法律都没有做 所以有黄子教这件事情 政府怠惰 事情是这个样子吗 事情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不是啊 坦白讲 我觉得不是啊 我自己觉得 基本上这些法条都有 这些声明都有相对应的法条 你这份声明廉价地方在哪里 你没有告诉大家 为什么还要修法 而造性剥削条例里面 很明确的规范 你如果不正当理由 持有未成年性影片 出一年以下的期徒刑 在去年之前是只有罚金 所以去年到现在 有没有修中 有 所以你告诉我 这次要修法 我们已经修中了 那你告诉我 要修法是要修什么 太轻了吗 是因为太轻吗 那如果是太轻的话 那我就要更要问 一年以下的期徒刑 如果太轻的话 我们刑法第221条的 强制性交 这3年以上 也10年以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未成年 持有未成年性影像 无正当理由持有未成年 就是我单纯看 这件事情提高到3年的话 那他的最高法定型 跟强制性交 最低法定型是一样 这样子是合理的吗 其他的性犯罪 的这些法条 我们有全部看完 然后告诉大家说 啊这一条太轻了 所以修 那其他的都要跟动吗 你这条突然拉中 很有可能会变成是 这一条拉中 其他的好像很怪 就会变成是 很多比单纯持有未成年性影像 更严重的罪 的罪行 搞不好 因为情绪性的修法 更严重的罪行 比这更轻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一年以下的图行 会不会太轻 现在大家都很生气 一定会觉得太轻 日本也是一年以下 有期图行 日本这样是不是太轻 美国很重 对美国真的很重 但是为什么美国很重 日本很轻 那在美国这么重的状况底下 日本这么轻的状况底下 哪一个国家的持有未成年性影像 的状况是比较严重 哪一个国家的未成年性犯罪 是比较严重 似乎是美国 所以美国比较重 但美国有比较严重的状况 日本也比较轻 但日本却比较没有严重的状况 那因果关系表示什么 是不是有刑法以外的条件 政策 那个才是我们去思考跟辩论的 我现在没有答案 因为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可是这是要我们值得去思考一件事情 所以修法本来就是牵一法动全身 我们不要觉得今天眼前这个人很可恶 他没有被关 法律一定有问题 不一定 我不会说他没有问题 我也不会立刻说他是有问题 因为一件事情有没有问题 并不是我看两则新闻 我就可以立刻分析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 我在节目上讲过 一个专业的累积是日积月累的 不会是看两个新闻你就变专业 不会看两个新闻 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恐龙法官 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 这个事情 就是未成年先影像这件事情 在后续的一些讨论 那我像我那天很感谢我女朋友 就是带领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金爆焦点 那金爆焦点这个电影我就推荐给大家 那他就是在叙述说这个 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们揭发天主教教会在波士顿性情儿童的丑闻 就刚好跟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性性儿童这件事情 我们看我们不会讲说儿童色情 我们会讲儿童性剥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律预设了一个立场 18岁以上的 刑法16岁以上 16岁以上的人 我们有合法性交的权利 双方同意 可是16岁以下的人 我们会预设他们不能性交 他们因为他们各种原因 所以他们不能性交 他们可能因为尚未成熟 不懂什么是性交 所以这时候发生性交一定是不对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讲说性剥削 所以对儿童的色的事情 一定是一种剥削 性剥削 所以他并不是色情 因为色情这件事情不必然是好或坏 那性剥削一定是坏的 那金爆焦点这部片就在讲 揭发了在美国天主教的势力多大 然后导致超上千名的儿童 被一堆神父信心的事情 突然后来慢慢被爆出来 那这个纪录片 它不是纪录片 它是电影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种真实事件 变成电影的状况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这是一群很有正义感的记者 非常有正义感的记者 真的就是正义感 这真的就是正义感 去揭发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就是儿童被性侵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 我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这么多天主教神父 会愿意性侵和儿童 是不是有各种的原因 我不知道 我不懂天主教 但是在影片里面就有提到说 因为他们要禁欲 会不会因为他们被要求要禁欲 所以他们 在一个不合理的禁欲条件状况底下 他们要宣泄自己的欲望的时候 那一群 他在影片里面讲到 所以那群 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 因为家庭的弱势 呃跟贫穷 所以神父特别对他们好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备受礼遇 所以神父这时候 教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去做 他们是有条件的 是去筛选他们想要下手的对象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到底是不是因为禁欲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要对那么多的小男童 小女童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 影片的推荐给大家 因为最近发生荒池教那个事件 我觉得蛮值得大家一起去 关系这方面的议题 那包括像儿少的这个 儿童的虚拟性影像 这就是之前Iwin的事件 因为刚好Iwin之前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某一场论坛的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事件更有趣 就是因为 儿少性剥削 表示说什么儿童的性影像 一定是不对的 一定是不对的 一定是不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小朋友一定是不会有性 参加一定不会参与性这件事情 所以性影像一定不能存在 本质上是觉得不能存在 但是如果是虚拟的话 虚拟的话有谁是受伤的 没有 因为小朋友这不存在 不存在 真的有人被性剥削 那他的影像可不存在 因为之前卫福部 似乎想要把所谓的儿少 这个儿童性影像里面 这个人扩大到 从解释扩张为虚拟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这有问题 第一 这个可不可以透过解释 来这个在刑法 特别构成要件特别明确的状况 可不可以透过解释 我认为打上很大的问号 虚拟这件事情 怎样叫虚拟 怎样叫虚拟 我今天透过AI还原一个 真实世界 有这样子的小女童小男童 的儿少性剥削影像的话 或许直观上 我们会觉得不对 但是如果我今天透过AI 去讲一个人 真人 但这个真人 在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人 对应不到任何人 但很真实 那这样到底可不可以 或者是我透过自己的画 我画的没那么真实 但看得出来是小朋友的 是儿童性影像 那这样可不可以 又或者是卡通里面的 这个性影像 可不可以 又或者是我常常举个例子 那非一天小女警可不可以 非一天小女警 看起来也是小朋友 但他又长得又不跟真实 小朋友是有落差的 那这样可不可以 就这件事情 儿少的虚拟性影像 并不是这么截然的恶分 说可以或不可以 我觉得他可能还要去 思考他的本 那个真实程度 到底多高多低 也会是我们讨论的 一个重要的标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之后或许在法科电台 跟大家要讨论 只是我想要跟大家的事情 是你长期听法科电台 或落意不绝的人 我觉得我们至少都要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社会跟新闻 很喜欢用恶分法 这不他们的错 是因为让人选边站 是简单的 让人选边站是简单的 他可以快速的让 我们的观众 可以快速让我们的 所看到的东西 立刻告诉自己说 我觉得我支持哪一边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有一个仇恨的对象 这件事情让大家 选边站有立场 去仇恨对方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也是最快速有情感的事情 但是在法律里面的讨论 我们会发现 往往没有那么容易恶分 它中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灰色的地带 而且这个灰色地带 可能不仅有一个选项 两个选项 三个选项 五个选项都有 而法律的管制 可能就在黑跟白之间中间的灰 我们要画到哪一条线 我们觉得比较合理 这不就是困难之处吗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深化民主 我们希望公共讨论的治理的品质 讨论品质更加深化的话 那我们不就是要选择这个困难的事情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流量很高的人 他们很喜欢宣扬一些仇恨 我有时候我觉得蛮讨厌的 因为他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路径 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 这就烂了 你找帮大家创造出一个仇恨的对象 毫无理由的仇恨 或很简单的仇恨 会很廉价的仇恨 很简单 但他并不会帮助讨论 当然你可能大家也会说 如果你在解法克电台里面 还不是常常会骂一些政治人 我对 所以我有检讨 我自己会有检讨说 要骂可以 理由是什么 可能要更充分 可能要更对视不对人 我觉得还会比较好 如果有自己也在反省 但如果我们都很简单说 他们就是烂了 政府就是烂了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经济不景气这五个字 我32岁 我听了32年 表达这句话就没有意义 他说政府很烂 这也没有意义 因为如果我们跟过去 30年比起来 我们有进步 政府绝对不是只有烂 他一定有好的地方 也有烂的地方 所以我要讨论事情烂在哪里 这是我觉得我们要 去深化的地方 这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黄子交事件 我们就要关心后续的法律 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肯定有 一定有 一定不会是完美的 但是也不会是什么都没有做 这样就不对 好 最近我刚刚看完的一部剧 我也蛮想分享给大家的 因为在Thread上也蛮多人敲碗我讨论的 这部电影叫 这个剧叫做极度不妥 极度不妥 这个极度不妥是在讲什么事情 简单来讲就是在一个令和 一个在昭和时期的一个体育老师 不小心时空穿梭到令和 也就是说什么 他是从38年前的日本 跑到现在的日本 所以他会发现很大的落差 当然也有他带 就是现代人回去过去的状况 好比说过去大家讲话 可以很不尊重女性是很正常的 所以他到现代社会会发现 好像我们讲话都要很尊重女性 才是一个正常的 或是政治正确这件事情 他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反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从影剧里面 看到日本的大叔 从以前到现在 38年 对吗 他是从1986年 跨越到2024年 38年 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差异 造成他的不适应 跟他整个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里面就讲到政治正确 或者性骚扰这件事情 好比说他在里面就会讲 在38年前他吃饭的时候 女生帮男生倒酒合行合理 这就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在现代社会这样是不对的 他这个不适应在整个剧当中 我觉得有些冲突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部片蛮可爱的 身旁朋友都有看 我记得瓜吉其实也有在 他的直播里面讲说 他有在看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好看 包括在里面穿插跑到未来 发现自己的学生 然后变得跟自己排老 变得跟自己一样大的 然后他又再回去 然后看到自己的女儿 整整之类的 我觉得很赞 这是非常赞的一件 一个剧这样子 但我特别想强调里面一件事 一个事情是 我在这个剧里面 我看到的一个论述 有人把它分享出来 然后讨论 然后称赞 但我有不一样看法 我先念给大家听 在这个极度不妥里面 就因为他有讲性骚扰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性骚扰这件事情 他讲一句话 然后这句话 刚好跟黄纸交事件 也有一些连结 然后我想表达一些 我不一样看法 他说什么 他说 不管是AV女佣 偶像 一般的女性 老婆婆 只要把他们想成 是某个人的女儿就好了 不会对自己女儿的话 不会对自己女儿说的话 不要说 不会对自己女儿做的事 不要做 不要做出让女儿伤心的事情 做点让女儿开心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准则 他想要讲事情是什么 就跟黄纸交事件一样 任何的女性 你都要把她当做什么 她是你的女儿 如果你不会对女儿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对这些女性做 如果你对女儿不会说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要对这些女生说 因为他们都是某个人家的女儿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 好 我的看法是什么 这段话 这个观念 妈的狗屁不通 这到底什么白痴观念 我先讲我的看法是什么 你拿女儿出来垫背干嘛 要尊重女生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是人 所以我们要尊重 我不论她是什么女性 我不论她今天是别人家的女儿 还是不是别人家的女儿 还是她今天是老婆婆 她是AV女優 还是一般女性 还是偶像 不重要 她是因为她是人 所以我要尊重 跟女儿有什么关系 跟女儿有什么关系 要尊重人 就尊重人 不管她是男生还是女儿 还是女生 就是尊重 不应该说的话就不要说 不应该做事就不要做 跟女儿有什么关系 你把女儿拉进来 一切事情就是很吊诡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有女儿 你会跟女儿讲说 我想跟你做爱吗 不会 所以你被一般女性说 你不会跟女儿说的话 不要说 所以你跟所有女生都不要做爱吗 你跟所有女生都不要有性邀约吗 是这样子吗 拿女儿出来干嘛 我觉得这是很莫名其妙 要尊重就尊重拿女儿出来干嘛 女儿在整个社会上 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女儿 大家可能会讲 就是这个 你凭什么讲 好 那我讲我妈妈 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女儿 对我一个异性的男生来讲 他就是有不同的社会角色 所以我今天对这个女性 她是我的朋友 她是我的性伴侣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妈妈 本来在社会角色上就是不太一样 我干嘛把她混为一谈 我今天会对这个女生 讲性意味的话 是因为她知情 她同意 她允许我讲这样的话 所以我说 所以怎样 我这时候也要把她当做女儿吗 那你可能会说 不是啊 因为这时候 她就不是女女儿身份 对啊 那今天面对一般的路人 你今天不能对一般路人 讲出性骚扰的话 原因是什么 就是不应该讲 跟女儿有什么关系 你把女儿拉进来 只是要想告诉大家说什么 哎呀 我很爱我女儿 所以我对女儿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不要对大家做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要把女儿拉出来垫背 要尊重 你就正面的对决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尊重她 要尊重就尊重 拿女儿出来垫背干嘛 我超级看不惯一件事情 是台湾人宠女儿这件事情 我坦白讲我很看不惯 这个性别本身无关 我讲的事情是 异性恋男性宠女儿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 非常不喜欢啊 对 就好像黄子娇 他说黄子娇有女儿 他会不会对他女儿怎么样 我觉得这可能是两回事 对 他不会对他 他喜欢看儿少性影片 不代表他会 想看他女儿怎么样 会对他女儿做什么事情 对吧 这是一个很 我觉得没有 很没有 不必然有因果关系的事情 就是我不喜欢把女儿这件事 混为一谈 我之前就有碰过一个状况 就是爸爸对女儿 就是对儿子跟女儿的态度 是完全不太一样 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对男生跟对女生态度不一样 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女生在这个社会上受到的恶意 实在是远比男生多太多 所以要特别保护女性比男生多一点 我完全可以接受 我也觉得合理 我也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 在性别完全平等之前 这样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但觉得态度 我真的会觉得 就是 如果我生女儿 我就一定要怎么样 怎样之类的 就是那种 我特别想要保护女儿 我从女儿展现出 我对女儿的关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只是在秀啊 那只是在秀一个 我对女生比较好的一种 一种show off而已啊 我完全不觉得 就只是在装帅而已啊 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的男生 说我从女儿就是在装帅而已 你就只是在装帅 你就只是在他妈的装帅 我自己有女儿 所以我 我不会 你就装帅而已 这跟你有没有女儿有什么关系 看到性骚扰 不管你有没有女儿 就是不可以做啊 什么叫做 因为我有女儿 所以我就觉得怎样怎样之类 你不用拿女儿出来垫费 你有妈妈 你有女性的朋友 你不管你们女儿 你就是有认识的女生 你就知道不能这样做 就不能这样做 不用讲什么女儿 这种东西 所以我这个跟大家讲过嘛 对吧 你看 婚礼的时候 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走进来 哇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超不喜欢的啊 怎么 就是我 我我我我 当然 很多人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啦 我真的 我只是说我本质上 我就是不喜欢 我很不喜欢那种女性 啊 受到一个男人保护 长大了 现在交个另外男生保护了 我没有这种事情 男生 任何一个关系当中 他都是 兔相都需要被照顾 互相都有被保护的时候 不会有特别谁去保护谁 我们会有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状况 我会有不同保护的样态 可能 呃 好 假如我力气比我女朋友大 所以 搬东西上我保护他 我可以搬多一点 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像个 小朋友一样抱在他身上 好 请他安慰我 这也是可以的嘛 没有谁应该要绝对的刚强嘛 我们就是 这就是个父权的困境嘛 男性的困境嘛 就是 我们好像都要要求男生 一定要很刚强 很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白痴的事情啊 就是真 大家都要求男生 要当真男人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钱 我们才 就才会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是巩固父权体制的啊 对啊 就好比说我们跟 讲到 你讲到女性 我们一男总是出发点 就好像是 呃 我跟多少人交往过 我跟多少人上传过 这就是一种男性的困境嘛 你把性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数量来做评价 那 我觉得这就是或许 当代是会我们该去反思 跟行事的事情 有句话很好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建立在互动上 而不是个人的条件 所以你真的有一些 求偶的焦虑 等等之类的男性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好好跟女生聊天 并不是 一定要 呃 增加自己个人的条件 个人的条件 他一定会受影响 你是谁 你好不好看 你有不好钱 他当然都是条件 但更重要的是互动上面 所以好好地跟对方聊天这件事情 我觉得 如果在求偶交 男性困境的求偶交率上 我觉得认真聊天 这件事情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太多人都不想认真跟别人聊天 你就只想秀自己 自己多屌 秀自己没有关系 想耍帅很合理 我跟你讲 我超爱耍帅的 可是耍帅你要耍的 刚刚好 那我就是 就是你随时随地 如果在耍帅的话 就很白痴啊 就就很就很白痴嘛 对就像 我之前有得到我某个女性朋友的同意 我用他的交友软体 跟别的男生聊天 我当时是当时的想法就是 好假设我今天是女性 我想我我想知道 我跟男生聊天会有什么想法 在帮助我 在跟女生聊天上 可能取得比较大优势嘛 我就发现 干太爱说教啦 真的男生太爱说教啦 动不动就爱说什么 说 就那时候我就扮演他嘛 然后得到他同意 然后就跟他说 然后就聊天 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男 有对方男生跟我说 哎你不要讲政治 会掉价 我就觉得 妈你公啊 小啊 你以为我懂啊 说什么叫啊 而且女生为什么不能讨论政治 女生讨论政治很棒啊 才有魅力啊 怎样你最懂是不是 聊了半天 果然就是一个某方面的粉 妈不意外 那么白痴 所以我自己觉得啦 各位男生 我们很多男生的困境 我同意 父权体制下 我们常说 父权体制下 女性是受害者 男性也是受害者 因为在这个父权体制下 是不尊重多元的嘛 他要求每一个男生 都一定要成为一个真男人的样子 对不对 我们要多金 我们要社会地位高 我们要以这个 我们的奢侈品来展现出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性伴侣的数量 才是我们展现出我们真男人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打破的事情 但是打破这件事情的话 要怎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去找一个你信任的女生朋友 他如果有交易软体 你玩一下 你看看男生都怎么跟女生讲话 如果你觉得很讨厌 干公啊小 你就知道你不能这样讲话 那或是我们该学习的 我也是这样学习的来的 我觉得我过往过的当中 问你说 我有没有跟女生讲话不礼貌过 一定有 一定有 我也可以想到是怎么行进下来的 有些不礼貌 但是就是学习 因为我们都在补这个习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前进这样子 好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呃 在上礼拜我有这个呃 跟大家讲这个节目里面 就是南韩的民主家政客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 你会分享一下你家 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跟 家里面聊的一些状况 那有一个听众有来私讯我 他说 若以我1985年生 南投人 从小我家就生绿 说来很妙 每次跟人家谈到政治 大家反应 不就是南投不是超懒的吗 对 南投超级懒 吴敦一的大本大本地 那他就说 听了这一集之后 呃 你请大家可以问问看家里为何会是生绿 今天刚好我跟我哥 跟我爸有机会好好坐下来聊天 结果真的出乎我意料 哇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原来我爸的表哥 就是我阿嬷姐姐的儿子 当年念中心大学的时候 在校园内抗议讲中正连任 跟同学全部都被抓到绿岛监狱 后来因为其中一个同学的爸爸是风源阵阵长 请他去说情 同一批同学都被放出来 约关了两到三个月 后来我爸的表哥考上美国的学校去留学 出国后 马上被列入黑名单 全家有移民 我爸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为什么不能回国 为什么有黑名单 因此开始看党外的杂志 开始知道国民党政府的胡作非为 另外我爸还说个有趣的故事 我爷爷当初是日本警察 是派出所的这个代理的所长 在高雄的岗山 国民党当时来台湾的时候 就派员到派出所想要了解当地的民情 我爷爷说日语跟台语 国民党说的是北京话 完全无法沟通 自然我爷爷从来就不认为 国民党所谓的光复 只不过只是另外一个外来政权罢了 国民党当时问我爷爷 你做警察多久了 我爷爷说十几年了 国民党就一口咬定 那你一定很有钱 我爷爷说原本做别的事情 可以赚更多 做警察赚比较少 国民党说不可能 在大陆做警察 十年就富到流油了 我爷爷心想 所以你们才把整个大陆都丢了 那我从小自然而然 就是支持民进党 在半年听了蛮多Podcast之后 才回想起家里的书架上 都是228事件 批判政府的书 我爸说他党外杂志 应该还有几本留着 真的很妙 感谢你让我跟我爸能讨论这些 我爱若依 好谢谢 然后他最后又提到说 虽然我以前很绿 但完全没有转型正义的概念 就像你讲的 某些人以为只是改改名称 那没事早事做 哪有什么意义 那后来听法白好几次提及 对转型正义的框架越来越清晰 你们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 好 那谢谢这位听众 很开心 借了这次机会 你让你跟你爸妈 跑好聊天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 就是家里面 如果会支持党外的 会反国民党的 一定有他的那个脉络在 那这个脉络就很清晰 就是看到自己的亲戚 怎么样受到压迫 怎么样受到压迫 所以我记得 我以前在跟家里面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后来就理解这件事情 我就跟我妈讲 你不觉得你们今天会有这样子 是因为你们运气好吗 因为在你的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没有看到任何人被政府压迫 当你一旦看到有人被政府压迫 你心里就不会这样想 所以你是运气很好 你就是幸存者的偏误 所以你才会觉得戒严实行很好 你才会觉得戒严实行业不庇护 那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时代 你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戒严时代下的 不是受害者 所以当我们国家进入到民主自由时代的时候 大家充分讨论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后 你才会觉得 以前都没有 现在怎么一堆不好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偏误 像这样的回馈 我觉得很棒 谢谢这位朋友听友的回馈 非常开心有这样子的回馈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样子刚好跟你的家里面聊天 我觉得很棒 其中有另外一个听众 Ember1113 她也有回应 她说 新的一集讨论到家庭政治的话题很有趣 也无微杂陈 所以来分享 先说结论 爸妈从老年 爸妈到老年都支持台湾 台独的立场没有变化 只是不再特别这是哪一档了 单纯看着我们怎么利用 仅此而已 我也一样 非常的好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 再讲一次 政党是我们人民要利用的对象 老妈是艺术咖 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观念是放任主义 让我们自由发展没多干涉 酷 我觉得这非常酷 而老爸在我童年时候是生侣 他出生时白色恐怖刚开始没多久 长大之后念台大法 加上党外杂志的编辑 对他印象很深远 你看 党外杂志 你知道吗 就是你有没有接触过 你一接触过 接触过你就会变 我觉得党外杂志这件事情 很可惜 我很小看 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 小时候被他拉去跑竞选 肇事场合跟逛夜市一样常态 他当时很狂热 不论是家庭或 朋友或家庭聚餐 最后都会因为党派立场 吵到翻桌 后来他当了公务人员 直到期满退休 立场一直都没变 直到18%被 被砍 吵得沸沸扬扬时 他原本是蛮自治这项政策的 只是逐渐不满 为什么自己被打成同一群人 只是为了让政策能顺利推行 自己莫名就成为坏人的一份子 后来立场就变成开头提到的现状 从我这旁观者来看 他到此刻才了解什么是政治 没有什么高潮迭结故事 分享给你们 谢谢 谢谢Ember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棒 还有个反思嘛 我们在讨论很多社会政策议题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人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群要 假设是某一群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 你要先确认 那一群人 所有人立场都跟我们不一样 你才能这样骂 我觉得不得不说 真的有一些人太喜欢这个样做 就是他会觉得 好就像刚刚我们分享 Ember分享这个故事 工人员贪婪 烂 都是吸血鬼 吸血虫 但通货人员里面 有没有支持 18%改革的人 有啊 那你这样骂 他在里面 他的心情是什么 我支持你们 你干嘛这样骂我们 那你只是会让这个体制内里面 更有力量翻搅更多的人 他更加的却步 他不想做 我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 在2018年的时候 我在做婚姻平权公投连署 在西门六号出口 我在连署的时候 我要求大家填连署单 因为连署单上的地址 就是要填你的户籍地址 所以你要填的跟身份证上一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非六都以外人 你就是要写 台湾省 然后金门马祖的人 金门连江人 就要是写福建省 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 目前这样子的规定 有一位 抱歉 我先用阿姨 因为他真的就是 当时的年纪来讲 就是阿姨 我就说不好意思 你要帮我写沈 他大骂我 他说你们这样 你们这样连国家认同都不要了 还想要搞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当下想到什么吗 干林老师 你是有了解过我的想法吗 想要把沈拿掉这件事情 以我政治立场来讲 我跟你一样激进 我或许比你还激进 我的政治立场 我是大力质疑 中华民国的宪法存在 内面旗子 中华民国的国旗 作为我们国家国旗 我是否定的 我当然也不喜欢我们国家写审 但你骂我干嘛 你知道我的立场吗 你在还不知道我的立场之前 你骂我干嘛 我们现况底下要做的事情 不是台湾独立 是先让婚姻平均通过 所以在这状况底下 有些东西 我们必须先忍耐 必须先妥协 你不知道吗 你骂我干嘛 很多人就会这样子 在网络上也很多人会这个样子 会说 这个你们的法白立场 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不是我们队友 做任何事情要扩大经营 要扩大队友 我们才会更有力量 我们如果目标是A 共识是A 当然BCD议题 我们立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目标是A的话 那就是共识是A一样 我们就往前进 为什么好像要因为 他这个立场跟我们不一样 那立场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他不是我们队友 那不是把自己越做越小 我们要沟通的对象 我们要倡议的对象 是内群还在中间 观望 没有特定立场人 是要我们抓过来的 这才是沟通的意义 如果 按照大家的平常 在做的事情 很多人沟通方法就是 把大家都骂跑 把大家都骂走 在我同温层里面讲的话 大家都很 觉得我讲得很棒 那会没有意义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犯这个错 我不得不承认 但这些年来 我觉得我温和很多 但很多人还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 可以从这样子案里面 一起去反思的事情 好 今天跟大家聊蛮多的 从大港的回忆 到浑春丹 到黄纸交事件 后续的修法 到极度不妥了 这个剧里面 这个一些事情 一些我看法 到男性的困境 到上级的回应 讲了蛮多事情 是这么多的事情 希望跟大家 好好分享一下 在最后用这个结尾 在上周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论坛活动 是性别教育评论法 20周年论坛活动 那我也上去讲 当一个讲者 跟游美女同台 其他一个从事性别运动的人 那我会觉得 这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大家共同目标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战斗位置 有些人在体制内 提供专业的论述 有些人用体制外 提出大胆激进的论述 有些人扮演桥梁 做沟通的论述 大家都有不同战斗位置 战斗位置不同 做法就不会 就不会一样 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目标理念 有没有一致 做法不一样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永远记得 我大学有个老师 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政治正式 你就是讲 大方向一样 其实就好 那做法不同 在所难免 我们不要因为做法不同 就去否定别人 你要看的是 他大方向有没有跟我们一样 有的话 大家就一起努力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觉得这句话 一直印象到我现在 所以我不会觉得 他跟我不一样 他就烂 不会 我们都有不同战斗位置 我记得 这不同战斗位置 好像是我第四集讲的吧 但是我要再重复一遍 我们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战斗位置 他自己战斗位置上 努力 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是洛颖 罗伊布绝 我们下次见 拜拜